属兔的人性格天生单纯 他们有一副热心肠 经常帮助别人 所以和佛祖接下了深厚的缘分 一辈子大吉大利 幸福平安 如果父母中有一人属兔 那么他们的后代必定很有福气 不管做什么 都能得到老天爷的加持 将来事业一帆丰盛 赚钱之路 畅通无阻 想不富贵都难 下个月开始 属兔人时来运转 财业旺盛 事业是红红火火 财富飙升 有望天惊天喜 富贵迎门 兔年出生的人 懂事平易近人 他们对待朋友也是非常的大方 在智商跟情商 都比一般人要高一筹 生肖兔命 命宫中有得魁 急行进入 喜鹊豹门 恭喜他们 下个月 接财接福 接平安 红红火火一整年 生肖属兔的人 工作发展也是 稳步向前步步高盛 在每个行业 都可以方便的解决 上班族 你们的升职加薪 可以指日可大 得到上级领导人的分外主意 一切生肖属兔的人 你们正才进家门 还有偏才来 所以一不小心 你们就可以发现 本来挣钱是多么 轻松简略的工作 再短短的一年 就可以赚取 囊息你三年赚不到的财富 有句古话说的 好命歹命都是命 好命的来源 并不是天生的 后天的积极努力 也是构成命运的一种方式 若你不努力 不争取 又怎能拿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呢 没有所谓命运这个东西 一切无非是上天的考验 惩罚或补偿 我们应当保持 吉人天相 好运随身的信念 善待自己 善待他人 积善成德 好运自然相随 好了 本期视频呢 vamos这开始吧 好连 这个 температуi